小强走了狗屎运 因为老婆瑞秋是一个幸运星 只是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赢了 接着来 再吹一口气 又赢了 吹呀吹呀 赢呀赢呀 小强赢麻了 但事实上小强和瑞秋 已经离婚了 因为两人性格不合 小强是一个赏金猎人 就是专门去帮警察抓那种不好抓的人 抓住后得到赏金 今天小强就在追捕一个逃犯 逃犯跑起来是不要命 而小强追起来更不要命 为了拿到赏金 不怕任何的危险 当然最后小强在警察抓到逃犯之前 提前抓到了逃犯 真是一个猛男啊 瑞秋在一家报社上班 专门报道那种犯罪的新闻 瑞秋做事是雷厉风行 妥妥的你强人一个 小胖是瑞秋的一个追求者 一看到瑞秋就双腿发软 女神啊 而且小胖脸皮也很厚 对瑞秋是死缠乱打 瑞秋去哪里 小强就跟到哪里 瑞秋最近却惹上了大事 因为交通事故 要被传唤到警局 但瑞秋现在要去调查一个犯罪的大案子 一起去调查 瑞秋不想要这个脱油瓶跟着去 但小胖居然跟踪到了你厕所 偷听瑞秋打电话 瑞秋发现后很生气 你是个变态吗 你厕所你是想进就进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今天是瑞秋上庭的时间 但是律师却没有等到瑞秋的到来 瑞秋有一个担保人 如果不上庭 那就会有连带责任 所以就悬赏5000美元 去把瑞秋抓回来 小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高兴得要命 抓前期 那不是非常的简单吗 这简直是跟我送钱啊 小强高兴得抓住旁边的女人 就一阵狂吻 最后把口香糖都给吸出来了 女人没有别的要求 让小强还口香糖 想趁接吻来偷吃我的口香糖 这种便宜是不会让你占的 小强马上就去到了前妻的家 直接就翻墙进去了 前妻不在家 然后就开始整前妻了 看来小强对前妻的仇恨是非常的深 小强最后通过悦母 知道了瑞秋现在马场赌马 小强跟瑞秋说了自己的来意 让瑞秋乖乖地去警局报道 你反正也跑不掉 不要逼我动手 但瑞秋怎么可能不跑 跑得飞快 但是小强更快 往东边跑被堵 往西边跑也被堵 看来今天是跑不掉了 最后还是被小强一下就扛起来 扔进了后备箱 但瑞秋当然不会是省油的灯 就是后备箱里放烟了 小强下车查看是怎么回事 被瑞秋逃脱 瑞秋跑出了200米 然后还是被小强扑倒了 小强真的是太开心了 在大街上随便抓住一个女人 就是狂吻 以表达激动的心情 但把女人的口香糖都给吸出来了 女人强烈要求小强把口香糖还给他 想趁接吻偷吃我的口香糖啊 没门 小强为什么这么开心 因为他是一个赏金猎人 要把前妻捉拿归案 小强对前妻有仇 而且抓到前妻后会得到5000美金 前妻叫瑞秋 小强把瑞秋考在了副驾驶 在我眼皮子底下你就不能翻天了吧 但瑞秋使出了终极武器 你不是想抓我去警局赚5000块钱吗 我给你500 你拿去赌场 因你的手气那不是分分钟赚5000甚至1万 这搓中了小强的弱点 小强是一个有毒瘾的人 觉得瑞秋说的好有道理 所以两人到了赌场 瑞秋给小强带来了好运气 每一把都赢 很快就赢了8000块了 瑞秋觉得可以收手了 已经超出5000了 你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但小强觉得手气正好 要陈胜追击 赢到1万再走 但小强的结果是 把赢的全部输掉了 瑞秋让小强放自己走 但小强当然是不放 必须要把瑞秋带去警局拿选赏 天色已晚 小强把瑞秋锁在了酒店的房间 拿了瑞秋的一些钱再去赌场 但仍然是输完了 回来后就躺在瑞秋身边睡着了 瑞秋其实是装睡的 现在可是大好的机会 所以就要偷小强的钥匙 但小强也是在装睡 瑞秋没能偷到钥匙 气得要命 到了早上 小强去洗澡了 瑞秋在小强的袋子里 偷到了一个电棒 瑞秋说自己要去上厕所 然后就把电棒拿了出来 当小强闯进来的时候 瑞秋把小强电了一下 电流很强 小强瞬间就倒在了地上 瑞秋拼命地跑 然后一个拉车的帅哥 问美女要不要坐车 瑞秋直接就上车了 但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带钱 所以就跟帅哥说我没带钱 不给钱行不行 帅哥说行了 但你拖了给我看一看 就不收你钱了 瑞秋很生气 年纪轻轻就不学好 然后就抢了帅哥的车 自己骑着车跑 帅哥今天是真的倒霉 干活的工具都被抢走了 而这时小强已经醒了过来 开车来追瑞秋 看到了瑞秋的人力黄包车 开心得很 终于是逮住你了 瑞秋知道现在是插池南飞了 瑞秋哭了 这一招还是很有用的 小强看到了那个广告牌 上面是一个度假旅馆 原来以前小强和瑞秋度蜜月的时候 就是住的那家旅馆 这勾起对过去的回忆 小强以为瑞秋想和他玩一玩 但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被靠在了床头 瑞秋还是跑掉了 小强想起了昨天和瑞秋发生的事 因为瑞秋在调查一起凶杀案 而犯罪分子为了杀人灭口 终于是来找到了瑞秋 然后就上演了一场枪战 最后罪犯还是跑掉了 小强把瑞秋带到了那个度假酒店 两人都回忆起了过去甜蜜的日子 他们还是去到了那间蜜月套房 两人兵士前嫌 旧情复燃 瑞秋洗了澡 正要出去却听到了小强说 还是要把瑞秋送到警局 瑞秋觉得小强看来是用的苦情记啊 想利用过去的感情来达到目的 瑞秋感到很失望 所以就让小强睡地板 不给小强好脸色 其实小强打电话跟朋友是故意那样说的 并没有再打算把瑞秋再送去警局 两人睡在一起 心里都个怀鬼胎 到了早上 瑞秋偷偷地溜走 把小强锁在了床头 小强醒来后气惨了 还是被你跑掉了 小强只能把床头梦断 但还是晚了一步 瑞秋继续去调查凶杀案 潜入了犯罪分子的老巢 但最后却被发现 小强最后来找到了瑞秋 和瑞秋一起联合 抓到了罪犯 而他们的感情也重归于好 但最后小强还是把瑞秋拖到了警局 领取了悬赏 要赚的钱仍然是必须要赚 不忘初衷 但小强其实已经对瑞秋旧情复燃 怎么会忍心让瑞秋一个人蹲大牢呢 所以就在警局外面袭警 所以马上就被抓了警局 他们被关进了大牢 但是在铁窗内他们却感到很开心 因为这禁锢不了他们的爱情 所以在大牢里亲吻 牢笼挡得住身体 但挡不住爱情 故事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 不要和前妻或前夫走得太近 不然容易旧情复燃 不然